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沒有了嗎? 沒有了嗎?香港 香港都沒有了 因為我知道明天就會傳送去 覺得很有名字 所以想來坐坐吧 5月8日 香港俗稱熱狗的飛空條巴士 作最後一天服務 之後 全港專利巴士公司 就指得冷氣巴士在街上走 當日大量市民送別熱狗 衝出馬路 叫囂 搶搭巴士 為何造成這麼多混亂呢? 5號A 原本並不是今天 是最後一天的 這個處方人員 早前在電話裡跟我說 可以到5月20多日 每個禮拜 但我可惜上個禮拜五下午 我收到電話 就是說 剩下的八條線 那四條是剛剛這個禮拜日 還有另外四條 包括5號A16號在來 都會是最遲在今晚 走完這個熱狗之後 由明天開始就會變成這個 全部都是空條 聯絡了很久 超過一個月時間 想去瞭解到底熱狗 哪一天會是最後一天 但一直都沒有任何正式消息 發放過出來 如果要去賴說 因為有個別的巴士迷 導致一些混亂 而速成要這麼急去結束 熱狗的服務呢 我會覺得巴士公司 其實都有一個不能推卸的責任 新巴熱狗退役 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 那時的巴士迷數量沒有現在那麼多 市民的集體回憶情懷都不算太強 攝影器材都未普及 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送別 今年九巴熱狗退役 就安排16號熱狗巴士連開七架 安排已經算不錯 熱狗的退役 其實都是關乎人為政策 不一定跟時代進步有關 政府要求巴士公司購買新巴士 必須配置冷氣 香港的道路環境 巴士公司為求盈利最大化 都是重要的原因 我們其實一定要去想一件事 我們香港 是不是已經是一個 不適合大家居住的地方 是不是大家一年三六十五日 都要開空調 無論我們說冷氣還是暖氣 我們明白這一刻 大家站在這裡都會感覺到熱 都會流汗 但是其實是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裏面我們都要生活在一個空調的環境之下呢 現在有些巴士 香港行走的巴士 他們出廠的時候 是可以做到非空調或者開槍的 但是只不過是相關的一些經驗者 他們不想再提供這些巴士了 所以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想空調為名 加價為實 但是我們都希望我們接下來的日子裡 不要來到今天 就當真是香港沒有了非空調的巴士 我想我們從環保的角度去講也好 從哪些角度去講也好 都要繼續向包括巴士公司和運輸署 還有局方在內 是去爭取香港的鐵後 是可以適合一些非空調的巴士 繼續走的 阿誠 好 與威摩